瘋子音樂 瘋子音樂就是 電壓 rec sortie 就是我們的電阻 成立電流是我們所熄的 電流的單位是安培 電子的單位是歐尼 電子的真正的物理是怎麼來的 電流是安培 其實是單位電機 裡面電子的速度有關係 跟我們的電子速度有關係 我們在動的電子速度有關係 可以動的電子速度有關係 會有關係 待會我們會看到 那我可以把它寫為前面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V啊 你R V呢 Ri 我可以把它寫為 我可以把它寫為這個 我的電話名字 電話名字 好 我以為你做這個式子的 那我只要簽做電流密度呢 就是單位面積裡頭的 單位面積裡頭的 電流 那其實呢 沒有必要 可以把它寫為單位面積裡頭的電流 我們要出一個 我來看看 所以 Z呢 這個就是我 那我的Z呢 我把這個R呢 戳過來 變成是R分之1 R分之1呢 我把它叫做 R分之1呢 我把這個除以一個長度 把這個除以一個長度 那我這呢 當然是我的電器 所以這個Z呢 我把電阻的導速 單位長度裡頭的電阻的導速 我稱為導電力 那單位 單位長度裡頭的 我的電壓的降 我鼻子撞 我把它稱為我的電動式 因為我的導電力 乘我的電動式呢 就是我的電流密度 所以這個呢 是 單位長度裡面的電阻的導速 好 這個 這個 其實就是 5分之1 單位長度 單位長度裡頭的電阻 所以呢 我可以把它重新寫 我的電流密度 其實就是 導電力 看到 電動式 1呢 就是電動式 單位長度裡頭的電壓電 這個 可能 可能 Density 其實是跟我們的 這個可能Density 其實跟我的電子傳導 這個 跟我有多少的可以傳導電子 這個 這個電流密度 其實就是 跟我Numberland 傳輸 我這個有多少 我電子的速度 的方式 OK 我的電流 越大 就是我的電子的速度 所以這個電流密度其實是可移動的電子的順滅的關係 那我可以把電子跑得很快 電子要跑得很快 我有很多的電子 然後我跑得很慢很慢 才能夠跑到那邊 跑得很慢就表示什麼意思 阻礦太大 你知道嗎 我從負電器我要跑到正電器 會加速到我的電子 但是我跑得很慢 所以你的電子太大了 你的電子太大了 會不會做什麼 會不會反過電子 然後成立我的電子 是我的電動密度 那我們來看單位 我這個NR N是單位體積以後電子的輸入 單位體積以後電子的輸入 是單位體積裡頭電子的輸入 然後呢 V 呢 是每秒鐘跑得好多快 一呢 是電話 把單位體積以後電子的輸入 所以啊 我單位面積裡頭 我只有單位面積裡頭 我單位面積裡頭 我能夠跑得電子的輸入 然後每秒鐘 每秒鐘 單位面積裡頭變成輸入 我每秒鐘以後 每個單位 每秒鐘以後 我每個單位 每秒鐘以後 我每個單位 每個單位 電子輸入 多少 這就是我最好的電動密度 電動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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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Resistance 那 Resistance 呢 這個是 就是我的電子 我的電子呢 就是跟我的面積 結面積跟程度的關係 這個是外在的 一個叫做Extrinsic的性質 Extrinsic的性質 外在的性質 這是一個材料給另一個材料 這個是不變的 電子輸入的不變 電子輸入的不變 電子輸入的就是 這叫Resitivity 這叫Redistance Redistance 不叫Redistance 那叫Hedge 這叫Resitivity 叫電子輸入 這個是Intrinsic的性質 所謂Intrinsic的性質 不管變任何材料都不會變 就是說我這個材料 不會隨著我的尺寸 我的脊圓形狀的變 但是電子輸入的 你知道嗎 我薄的 你薄你薄你薄 我吸眼吸眼吸 我的奈乳線 我這個銅的奈乳線 跟我銅的鋪片 不太一樣 知道不是嗎 這個問題 因為我跟你們有連結 但是我的奈乳線 跟我的鋪片 這個電子輸入的 這個是一樣的 知道嗎 好 這個電子輸入的 那歐姆的導數呢 就定義成一個三分比 一個三分比 電子輸入 歐姆分之一 一個歐姆分之一 就定義為一個三分比 三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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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解釋了 我們的 resistance 我們的電子輸入 OK 我們的電子輸入 電子輸入 電子輸入 當然有些解釋 基本解釋 電子輸入 所有的電子輸入 所有的電子輸入 都是跟我們的金輸入 缺陷是相關的 那這個在我們下一張圖 來 作品 來 把這個 它基本上呢 它的電阻呢 都是 解釋這個電阻呢 都是從電子的碰撞 跟什麼東西的作用呢 跟金輸的缺陷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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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頭呢 就是 我飄移 我的電子輸 其實在金輸裡面 是飄移 我電子呢 在一個完美的金輸裡頭 它其實是這樣子 它有一個飄移速 它有一個飄移速 在完美的金輸裡頭 它就是 但是當它碰到一個突然一個凹坑 你其腳踏車 如果突然碰到一個凹坑 咚 下去 這個東西會對它有 有這個 有這個鍵飯速度的效用 那它跑跑跑 碰到一個 碰到一個比較大個子的雜質 跑一跑以後呢 這個金輸突然轉移一個方向 這個是有一個碰到一個電子 所以 我這邊是負端 這邊是正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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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我的電子 被加速到正極 但是在我裡頭 微等級是一定會存在 在金體裡頭 它有一個平衡濃度 OK 包括雜質 我們人類的野精的技術 不可能 而且很難有100%的 pure的材料 它總是有些雜質 包括Silicon 包括矽精 矽精 你現在有四個9 就是我99.9999% 這個Silicon 這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你真的要 你那個IC chip半導體的 這個都不能用 它一定要是99.999999 6個0 6個9 底下6個9 這個才叫做電子級的Waver 知道嗎 電子級的Waver 因為你裡頭有些雜質的話 它這個電子炮 會跟這些雜質 跟這些缺陷 一作用的時候 所以Silicon 為什麼要單筋 你不能跟國內幫隊 知道嗎 因為電阻太大 電阻太大 電阻太大 所以這個電阻 基本上是 第一個電阻的來源 是從 跟我的金格的 這個impurity 或是imperfection imperfection 作用的 你看這一段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質量 就是定性的 沒有定量 定量待會我們會談 定性的說明什麼 定性的 定性的 包括什麼呢 包括雜質 impurity 包括我的vacancy 包括我的gram boundary 所以為什麼 我們的電子級的Silicon 要什麼 要單筋 不要gram boundary OK 我不能有dissocation 知道嗎 不能有缺陷 不能dissocation 要dissocation free 然後我要impurity free 基本上到哪裡 到9個9 6個9 6個9以上 6個9以上 你要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日本有個教授 他專門在做 100%純的鋁 他的機械性質 跟導電力不太一樣 你要做到100%很難 Silicon怎麼做到 那個東西 Silicon他掌筋 他拉單筋 你看他拉單 12寸的拉單筋 一個單筋的wave 這麼大 一個筋柱這麼大 那通常 Silicon他拉單筋 他不可能沒有缺陷 拉起來的時候 大概像這樣 整個筋柱 他把雜質 所有的雜質 通通 所有的缺陷 他長筋長起來 所有的缺陷 大概都限制在這個地方 雜質在這裡 最後怎麼切掉 知道嗎 整個切掉 整個切掉 那底下都是純的 你們可以去做一個實驗 你們 你們要是有專題 有老師 有老師要讓你們 去損壞他的爐子 有老師捨得損壞他的高溫爐 你們可以做一個實驗 你們到 這個我讓學生 我讓學生做過實驗 一個爐子大概 七八萬塊錢 二手的爐子 我讓學生去掌那個什麼 掌鹽巴的單筋 你們掌過鹽巴單筋沒有 沒有Gran boundary 因為電主要那個 那個 濾化鈉 OK 實驗 叫他們到那個雜貨店去買一包濾化鈉來 鹽巴 那你把鹽巴呢 把鹽巴放到 把鹽巴放到一個 叫他去買一塊杯子 你知道嗎 那個杯子 那個杯子 那個陶瓷的杯子 陶瓷的 就是你喝茶的 喝茶的杯子 然後你用 蓋起來 然後用鋼 鋼的 鋼 鋼瓶 這個封起來 封起來 封起來 封起來以後 這個也是封起來 你把鹽巴放在這裡頭 鹽巴放在這裡頭 放滿 然後呢 你把它放到爐子裡頭 去加溫到 它這個鹽巴的熔點 我記得好像是900度 我放掉了 Sodium color好像900度 我要查一下 加到 加到901度 好像是890幾 890幾 加到它熔點以上 一點點 熔點以上 所以這個鹽巴全部變成液態的 那為什麼要放在陶瓷裡頭 它鹽巴 鹽巴你放在金屬鋼鍋裡頭 會怎樣 會腐蝕掉你的金屬 所以你要放在陶瓷裡頭 然後再用鋼皮封起來 放在裡頭 然後呢 到它熔點以上一點點 然後再慢慢的凝固下來 慢慢很慢很慢的速度凝固下來 你們學過物理的金對不對 所以它開始會 會 會叫做 Hytogenes nucleation 它會在 旁邊這裡會 凝合出來 結晶 鹽巴會結晶出來 但是你要很慢 你要越慢越好 你很快的話它就什麼 它就結晶一塊 結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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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很小的顆粒 知道嗎 你越快降溫 它越會顆粒越小 但是你越慢降溫 你永遠都是維持在平衡的 你永遠都是 你那個筋力會什麼 很大 甚至是單筋的 你慢慢凝固下來 它基本上會單筋 所以你只要 你只要有一個筋力在這邊 凝結下來 你要很慢的話 旁邊的筋力 有辦法去Follow 這個的結晶的方向 它會越長越大顆 越長越大顆 越長 單筋的會從那邊長出來 你越快 它這個其他地方又會 又會 Nucle出來 你就會變成多筋了 你要很慢 所以你基本上是 幾個小時降一度 降好幾天 降好幾天 你要好幾天 拉單筋不是一下子的 拉單筋好幾天 那好幾天 那是拉很久 降溫要很慢很慢很慢 然後拉得很慢 凝固下來以後 你把這個拿出來 一個杯子很便宜 你把它敲碎 敲碎以後你會有一個 鹽巴 你要長得好的話 可能只有兩個筋力而已 上面一個筋力 底下一個筋力 長得不好的話 可能三個或四個筋力 但是筋力都很大 知道嗎 筋力都很大 然後你把這個杯子打破掉以後 一個筋力 你會看 當你是單筋的時候 它基本上是透明的 你為什麼會不透明 因為裡頭多筋了 知道嗎 有雜質 然後它很多的雜質 它很多的雜質 會浮在上面 很多雜質是比較輕的 比利挖那還要輕的 它融融的時候 很多雜質被突起到上面 浮到上面來 知道嗎 浮到上面來 很多雜質浮到上面來 所以你只要把它給切掉 底下都純了 雜質全部浮上來 它那個長筋也是一樣 它雜質切掉 它上面不要 很多的dissocation 有時候都是會被限制在這裡 這裡很漂亮 你在拿那個刀子 你那個美工刀 美工刀 這個是 這個是 鹽巴的單筋 美工刀 然後你拿那個 美工刀放著 輕輕一敲 你會一片一片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什麼 綠化納的 綠化納 單筋 我們用那個長什麼 你知道嗎 長金屬的 當基板 因為那個是很好的 100 你知道綠化納 它的屁裂面是什麼 你們學過材料科學導論 屁裂面 你們知道 clippage plane嗎 clippage plane是100 所以你知道 劈開 它的金格長數大概是4點多 所以你拿來長什麼 長面芯 長FCC的金屬 是非常好的substrate OK 你知道嗎 因為你長上substrate以後 為什麼要鹽薄 我再跟你們講 你切下來以後 它這個sodium chloride 很漂亮 這個是001 你知道上面長薄膜以後 那會epi 你長一些面性立方金屬 長薄膜以後epi 你要把這薄膜拿下來很簡單 怎麼拿你知道嗎 泡水 你泡在水裡頭 它就浮起來 浮在水面 你再去撈 就一片單金薄膜 很漂亮 做基板 這是以前 我們在MIT的時候 長都是自己長單金 你就去買鹽巴 很好玩 很好玩 你單金的鹽巴 跟多金的鹽巴不太一樣 雜質全部浮上來 好 我們回到這裡來 所以這個 這個也解釋 第一個 電阻會增加 是因為我晶體的缺陷增加 晶體的缺陷增加 就是我的impurity 我的vacancy 我的ground boundary 這些都增加 第二個我增加溫度的時候 我的電阻也會增加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會增加我的晶格 我晶格會震動 晶格會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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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作用 它電阻也會增加 電阻也會增加 因為這個 the thermal energy 注意 the thermal energy causes 引起我的 lattest atom to oscillate about their equilibrium position 所以我的晶格 去震動的時候 這會產生所謂的 phonal 生子 phonal p-h-o-n-o-n p-h-o-n-o-n 這個震動的晶格作用 跟我的生子作用 這個會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collision with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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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電子 所以 溫度增加 跟我的 impurity 晶格的 impurity 都會影響到我的 我們的電阻 那這個基本上是增加 電子和 這個 這些缺陷 作用的機率 所以我的阻力是從這些imperfection來的 阻力是從這些imperfection來的 從這個impurity 從vacancy來的 從這個Gran-Mondy來的 從Vacancy Gran-Mondy來的 從Vacancy Gran-Mondy來的 另外一個解釋呢 當然就是比較 比較麻煩的解釋 比較麻煩的解釋 當然用波 用波 那波呢 我的電子其實是波 那我們前面也講過 我的電子在周期金格裡頭 傳遞 那它是一個波 那它如果說是在完美金格裡頭 在完美金格裡頭 它的作用叫做cohident 什麼叫做cohident 這個cohident 叫做同條的 相干的 那就是我如果從波的角度來看呢 就是我這個如果是一個完美的金體 那我這個電子呢 我是一個波進來 那我收到這個原子 我這個原子呢 也是一個波進來 也是一個波進來 OK 我這個原子和這個原子都是完美的金體 也是同樣的原子 那基本上我的相位呢 我被散射的這個相位 我被散射的這個相位呢 我還是同條的 我的所謂同條就是 我這邊的相位和這邊的相位 有一定的關係 可會產生建設性 或產生破壞性干涉 OK 同條的意思 cohident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電子 我的相位 我被散射以後 我這個電子和這個電子 我的相位就是我的波風和波谷還怎麼樣 還保有一定的關係 知道我意思嗎 這叫cohident 那什麼叫incohident 我這個要是一個雜質原子 我這個被散射以後 我的相位和這個東西 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不會和它產生建設性干涉 跟破壞性干涉 知道我意思沒有 OK 這時候呢 這是我的阻力 這是我的阻力在這裡 我的電子的數目會變少 我的整個電子的數目呢 這個會被 這個和這個沒辦法加成 OK 沒辦法加成 所以我的整個有效的電子的數目 會變少 OK 會變少 這個是 我這整個的 這是從定性上的來描述 我的這個 這個resistance 那底下呢 我們會來看一下 就是在classical的mechanism 跟礦山mechanism 怎麼去解釋這個電子 這個電子 這個呢 你們解釋 你們知道一下就好了 就是我這個相位的關係 如果coherent between這個individual re-emite這個atom 這個它有一定的關係 它就叫coherent 如果說它是 我的相位就是 所謂的相位就是 我的波峰和波峰的位置 已經亂掉了 OK 它沒辦法互相加成 incoherent 那總的來講 我這個能量跟電子數目 有效的電子數目會減少 那這個當然就是 談一個比較定性的大概的 那底下呢 我們會來看 叫做定量的 比較定量的來看這個東西 那剛開始會來看的就是 我的叫classical的 古典的電子的理論 古典的電子的理論 那我們這裡當然說 談金屬 要談金屬 那古典的電子理論呢 就在講 我的電子通常是自由電子 我在金屬裡頭 可以是自由電子 自由電子大部分都是外層的電子 外層的電子 外層的電子 或者叫電子氣 電子海 或者是我們叫做plasma plasma 電僵子 自由電子 電子氣電子海 或者叫plasma 那就是我這個電子 基本上 什麼叫電子海 就是 我這個電子 基本上是不屬於 某一些特定原子的 我這個外層的電子 對金屬來講 我這個外層的電子 我在這邊 跑跑跑 我可以一下子就跑到這邊來 OK 我可以一下子游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它像是整個連接起來的 所以外層電子 基本上所有原子都已經連接起來 那我只要在這邊給它一個震動 我這個電子呢 其實我可以傳到比較遠的地方 這個叫電僵震動 電僵子震動 所以我們沒有談到這個觀念 就是大家印象比較清楚的 大概就是我的是只有電子在跑 我只有電子在跑呢 我這個電子在這裡 那我這裡呢一個負電 我這邊加一個正電 那我這個電子呢 受到一個力 我這個電場呢 我這個電場呢 我這個電場呢是E 那我這個電子呢 就受一個力呢 就是所謂的靜電力 它就會跑 OK 它就會跑 這個電子呢 就會從這邊 drift 飄移 它叫飄移到對岸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會讓電子 有一個加速度 電子我有質量 dT dV 這個速度 速度 這叫牛頓 牛頓 牛頓 牛頓電力 但是我們知道 我裡頭 不可能是完美的 這是完美的 你要是完全perfect的 沒有缺陷的 這樣是對的 但是通常我們會有缺陷 我們會有缺陷 就好比我有摩擦力 我們在 我在滾動一個輪子 我在推動這個 這個物體 推動它 但是它會停掉 它會停掉為什麼 因為它跟這個有摩擦力 那同樣的呢 我推動一個電子 我用一個電場 推動一個電子 一推 它有摩擦力的 它不可能我一推以後 根據牛頓電力的話 它不會消耗掉 它會從這邊一直跑到這邊 電子可能會在中間會停住 因為我要是摩擦力太大的話 我本來是想把這個 這個是我一顆電子 我加一個力 我想把它推到那邊 OK 想把它推到 但是我可能中間它可能會消耗掉 那它這裡的消耗掉是因為 我的一個阻力 我這個阻力可能會減少它的 我叫γ 我可能會減少它的速度 可能會減少它的速度 那這個阻力是從哪裡來的 從缺陷來的 我們經理的缺陷 從vacancy 從impurity 從grain boundary來的 OK 所以 最後我們來看這一張 欸 這個還沒有給你們是不是 第七張給你們嗎 有了齁 所以其實我是有阻力的 我是有一個flexion force 我是有一個摩擦力的 那這個摩擦力呢 其實是相反我的靜電力 這叫electrostatic 這叫electrostatic 這叫靜電力 這叫electrostatic force 靜電力 static force 所以我這裡其實會有一個 所謂的摩擦力在這裡 那這個摩擦力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imperfection 就是我們講imperfection 所以這個摩擦力是 impurity atom vacancy anguine boundary or dissociation 所以你看西里康的單筋 它一定要dissociation free 你要電子級的 它一定要dissociation free 要單筋 dissociation free 然後impurity怎麼樣 你一定要到底下 6個9以下 甚至要更高的 OK 所以它為什麼 它有很多很好的晶片 然後很貴的 很貴 好 大概是這個 所以 它預測就是說 我的電子 我會給它加速 所以我們預期 它應該是大概像這樣子 我一加速以後 我在0秒的時候 它速度是0 但是我一加一個電場以後 我電場馬上加以後 它一定往這邊 一跑 一跑剛開始加速 然後最後怎麼樣 加速 然後最後會慢下來 大概像這樣 你看 我一加速 會很低的速度 所以一加速以後 剛剛那個解一定是 然後慢慢慢慢去向穩定 OK 因為我有這個摩擦力 我有這個摩擦力 所以我預期我這個解 會到一個終極速度 這好像好比是我們人高空 從高空掉下來 然後人會趨向一個終端速度 知道嗎 剛開始因為地球的加速度很快 然後慢慢慢慢 會有一個終端的速度 這終端的速度 叫飄移速度 飄移速度 V maximum OK 因為我會跟很多impurity 互相碰撞 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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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到達這個穩定的時間 這樣 到達這個穩定的時間 跟它平均 平均來講 它碰撞的時間會有關係的 這個時間 那我們會定義 大概會定義 它會趨向這個穩定的時間 那個叫 它是跟它每一次碰撞的時間 會有關係 好 這個解 所以 我們知道它最後 它一定會趨向一個 一個飄移速度 所以時間比較長的時候 它會趨向一個飄移速度 所以這個γ呢 是一個常數 γ是一個常數 好 那在 時間我看看 你看 在steady state的時候 在steady state 在所謂的steady 就時間比較長的 就叫steady state 就在 時間比較長的時候 它最後趨向移 它最後的加速度沒有 它變成等速 我的速度變成是等速 所以在時間比較長的時候 在時間比較長的時候 就在steady state 就是 鋰匙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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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x2 x4 x2 我加了電長 在steady state的時候 我就要趨向一大 所以我這個恆定的速度 其實是等於我的γ 負的E OK 這個東西 所以我乾脆把這個V 把這個γ 或者是我這個γ 或是我這個γ 我把它帶進來 我需要這個Vf Vf除以負的Ve 我把這個γ帶進來這個 這裡頭 所以我就變成是 m dt dv 減掉 Vf Ee 然後呢 v 負的Ee OK 這個是這樣子的一個方程式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在這裡 我們這裡就把電場 把這個電子的負的 我本來負的把它消掉 把它 把它考慮到 就不要用這個符號 就不要用負的 因為我本來是電子是負號 電子是負號 我沒有把電子這個負號 考慮進去 叫做Ee就好了 這個都是正的 解出來是一樣的 那解出來以後呢 解出來以後呢 解出來以後呢 我的速度隨著時間 你看我的速度隨著時間的變化 基本上是一個 E減掉X potential E減掉X potential 這X potential是怎麼樣呢 是這樣降低下來的 這X potential是降低下來的 這個是V 這X potential是 這樣下來 這VF 這樣下來 這個是 這個是 就是那X potential 是X potential 是X potential 負的 就是M VF T 那E 那我現在E減掉 E減掉以後呢 我這個E E減掉以後呢 就變成是 這樣升上來 這裡 OK 這個就是 這個減 有這個減 那我這個 RELUXATION TIME 我把這個定義為 RELUXATION TIME 這個的導數 定義為RELUXATION TIME 所以我把這個呢 定義為 RELUXATION TIME 這個的解呢 就變成是 這個的解呢 就是V呢 等於VF E減掉 E減掉X potential X potential 負的 那這個呢 是要 E 什麼 M 我把這個的導數呢 這個的導數 成為 T 這個T 其實是等於 E MVF T 這導數 那這個是平均 兩次碰撞的時間 知道 兩次碰撞的時間 那是碰撞的時間 所以我兩次碰撞的時間 要是很短的 我的電阻就會比較高 我的電阻就會比較高 我這個會拉得比較長 所以 我們兩次碰撞的時間呢 比較長的話 碰撞時間很短的話 它 看看喔 碰撞時間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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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變成是 碰撞時間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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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加速 然後就變成一個平衡的飄影 如果這個時間很長 這個就很小 所以它衰退的很慢 它衰退的很慢 它衰退的很慢 你就要很長 它衰退的就很慢 幾乎大概都是1 對不對 我看看 好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叫做Relaxation Time 就叫Relaxation Time 就是兩次碰撞 就是跟Impurity碰撞的時間 所以你碰撞次數太多 碰撞次數太多就是每一次 碰撞次數太多就是你的碰撞時間很短 基本上你的電阻基本上也會升高 就表示Impurity太多 知道嗎 Impurity 你碰撞的時間太短 就表示你碰撞的次數加快 知道有意思嗎 因為兔的導數就是碰撞次數 OK 兔的導數會碰撞 碰撞次數 碰撞次數越多就表示Impurity 越密 知道嗎 越密 越密的話你的電阻就會升高 電阻就會升高 是這樣 所以會達到平衡的飄移的速度 平衡飄移的速度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平衡飄移的速度 那我們的Current Density呢 Current Density的定義 我們回到我們Current Density的定義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的材料的導電力跟我們的Impurity 材料的Perfection 材料的完美性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前面的定義我的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其實等於我的NvE 那這個在金屬裡頭這個會趨向一個 Drip Velocity一個平衡的速度 那這個平衡的速度N呢 這個VF是我們剛剛求出來 VF是 VF是這個 VF你把它除過來 所以VF呢 我的VF是什麼 VF就是 E1Tau 然後除以M 把這個帶進來 M E1Tau 把它帶進來 那這個E呢 跟E這個是平方 那這個又定義為 我所謂的電導力 這個E電廠和這個電廠消掉 所以我的導電力跟我的電廠 我的導電力呢 這是我的導電力跟我的電廠無關 所以我的導電力呢 我從古典力學 從古典的電子理論來講 我的導電力其實跟我的家的電廠無關 但是跟我的電子數目是有關係的 那跟我的電子的有效質量是有關係的 跟我電子的有效質量有關係的 看到沒有 電子有效質量 跟 這個是常數 所以我碰撞的時間越短 所以我碰撞的時間越短 碰撞時間越短 我的導電力越 越 小對不對 是不是 碰撞時間越短 表示我碰撞的次數越 多對不對 越多嘛 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我碰撞時間越短 我的導電力會越小 我碰撞時間越長 我的 就兩次碰撞時間 間隔時間越長 我的導電力越好 它剛好是環筆的 對 我時間越短 這個越小 我這個越長 這個越 越大 我導電力越好 導電力越好 OK 所以 這是我們 對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 conductivity is larger for a large number of free electrons 所以我的可以導電的電荷 電子越多 OK 可以導電 可以參與導電的電荷 電子越多 導電力會越好的 that's true 我金屬 OK 對金屬來講 你能夠傳導的電子越多 你的導電力會越好 那你的碰撞時間 這個跟我們材料的 impurity有關 跟我材料的imperfection有關 我的impurity要越小 那我這個會越小 那我溫度一增高的話 溫度一增高的話 我之間碰撞的機會就越高 OK 因為我原子的熱震動 就 熱震動就越厲害 我跟身子碰撞的機會越高 所以這個也會越變小 這個會變小 那我們定義一個 把這個v 我把這個v跟這個tau 我這個vf跟tau 沉在一起我會定義一個叫做 這個叫做relaxation time 那這個叫min-free pace 這叫min-free pace OK 所以這個跟這個是一樣的 我的min-free pace越長就是 我每次碰撞的距離越長 就表示什麼 我碰撞時間越長嘛 知道嗎 OK 那我的導電力會越好 這個叫min-free pace 這叫min-free pace 就是一樣的 好 這個是 這是我們古典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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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下來會談到所謂的 我看一看 這個是 這會談到量子力學 量子力學 那量子力學再談下去 會比較 我們需要比較連續的 我們 這個禮拜就先到這裡 好不好 我們先 今天提早 提早一點點 先到這裡 因為 談下去的話 又會只談一半 那 現在也比較累了 大概也比較累了 我想 我們這個禮拜先到這裡 那下禮拜我們從這裡接下去 好不好 剛好是告一個段落 現在剛好告一個段落 所以 今天大概先到這裡為止 好嗎 可以嗎 好